3.详细说明碰撞的结果 让我们在头脑中重新设想当初一切开始发生的 场景吧 一颗巨大的寒衣彗星拖着长长的尾巴 不可避免的高速冲向表面 70%都是海洋的蓝色地球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们按事件时间的先后顺序 从上到下 从外层空间到地层深处的角度看 1.彗星在大气急剧的 摩擦作用下分裂成好多碎片 样子就像用现在的一键多星技术分别 发射出很多核弹头 同时袭击目标一样 各大碎片随着地球的自转 大致成一条线陆续落下来 因而印证了前面所说一的含量在 不同的地方浓度有所差别的现象 除了直接陷入地层深处的那些 质量最大的那一块 也许就是落在丹麦附近那块 2.而直接打入地层深处的那些碎片 不清楚有多少 在这里只进行定性分析 暂时无法进行定量分析 直接就打乱了地层深处的 液态铁的有序涡流 进而破坏了地层深处的液磁流机制 这样地球的磁场会暂时混乱 无法像以前一样 有效地防护宇宙射线的入侵 3.查阅天文的历史 从天文学上考证 7000万年前恰好在距离太阳西约 32光年的地方 有一次超新星爆发的现象 而据推算 一直到碰撞时 射线的强度 大约比标准值高出15到20倍 呜呜 怎么这么巧 不过那也是真的没办法 偏偏就是像拍电视剧那么巧这个强度 低射线可以直接杀伤暴露在外的有机体 也许不足以使之至死 却能促进其微生存而产生变异 4.继续看 按照几率来讲 因为地球表面大部分是水 所以大部分彗星的碎片应该是落进海里 想象一下吧 那时彗星的碎片犹如许多件 超大当量的核武器同时轰击下来 应该会激起滔天巨浪 浪高或许有几百米 甚至几千米 比现在纪录片上的壮观多了 也许比2012科幻片里面的海浪还高点 同时又又有巨大能量的激发 比现在规模大得多的火山 飓风和海啸应该非常剧烈而频繁地发生 恐怕光是由于这个原因 造成恐龙的死伤应该已经 不计其数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前几年印尼的地震海啸 光是那次海边的人就死了几百万 而那次灾难只是光有一个 87级的海底地震引发而已 再联想一下后来近年美国的飓风 在超级强国 全民动员 在有准备的情况下 同样搞得死伤惨重 所以据此推测 很有可能沿岸的和潜海生存的 恐龙种类会因此被这股能量所灭亡 剩下的是那些离海较远 地势较高处的种族 当然如果有事宜在深海生存的种族 广义上的海生恐龙 因为有缓冲 也有可能会残存下来 好 好